罕见,一对夫妻因为不孕到医院检查,30岁男子拿着经验检查报告无奈到检查说我一只精虫都没有,泌尿科医师谢坤林出诊后发现都正常。 经询问才知晓男子有白人血统,是由于基因异常,造成天生两边书精管没有发育。 谢坤林医师在脸书分享病例,30岁男子与妻子拿着经验检查报告进到诊间, 报告显示一只精虫都没有,谢坤林出诊后发现,该男子的一丸无论是外观,大小,软硬都没有任何异状。 感到不解的同时,心里也有了另一种猜测。 谢坤林指出,无精虫有很多原因,可以区分为阻塞型与非阻塞型, 而阻塞型就是做好的精虫无法输送到尿道最后射出,造成此情形的状况, 大部分可能是曾感染手术或种种因素造成书精管阻塞, 此外,还有一种很特别的基因异常疾病,也会造成天生两边书精管没有发育。 谢坤林进一步解释,也就是做出来的精虫没有后路,可以送到该道的位置。 不过这种疾病在亚洲人黄种人相当罕见,大部分都是白人高加索人。 听到此处,男子才大惊同时向医生坦白,自己前两三代祖先都有外国血统。 谢坤林后来陆续帮男子完整地做了无精症检查,并顺利透过取经手术获得男子的精虫。 在这过程中,他也亲眼证实男子确实两边都是没有输精管的状态。 最后,谢坤林表示CFT二基因突变在台湾极其罕见,但在白人就有相对高的比例,约4%高加索人可能带有一场基因。 不过这类无精症男性在精虫制造上是没有问题的,因此仍可极有取经手术取得精子,然后透过人工生殖的方式完成受孕。 感谢收看,欢迎订阅,按赞,分享。